現在近年很多人都相信蜜宗 求蜜宗保佑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意見? 漢人不應該學 西藏人要學的 有分別? 有 有 有 它是地域的宗教 他們那些人適合他們那一套 搞神搞鬼 搞幼稚園 所以你看到蜜宗的壇 五顏六色 紅綠綠 那些是那些小朋友 有一次班不成長 有兒園 追求顏色的人 是低B的人 西藏那些是比較邊地的人 低等的人 是對他們的 如果你學人學 你從聰明變蠢仔 那那些人學什麼呢? 學了拿一大堆工具 又不知怎樣用來拼 接著就學什麼呢? 口頭善 啊 這個是誰活佛 跟誰傳承那些人名 當自己懂很多東西 過犯一個錯誤 他都不知道西藏本身沒有文化 在印度搞一堆的 龐龍宏教 變相的儒家派的聖力派那些轉過去 那些物部有雜物有證物的 他們說這些浪費時間 洪教法王整套東西 什麼都發給我都不要 他們幾囂張啊 多年 很囂張 所以這個時間 下一節再繼續 下一節再繼續 下一節再講那個子國行事 好嗎? See y'all